仙法 鲁臣心下一阵 暗道 他不会是看出我的大眼仙爵了吧 走 心中震惊无比的想着 脸上却保持着淡然从容的神情 继续装傻道 白鬼化魂爵 乃是西州恶鬼门的爵学 前辈为什么这么问 白鬼化魂爵 陈曲冷冷笑起 当即拍暗道 老夫从公和的记忆得知 恶鬼门在很久之前就已衰败 门下弟子各奔东西 纵然有收徒之人 也不会收到东州去 你来自东州 又会西州鬼宗宪法 难道你不打算给老夫解释一下吗 乌尘听着心下发抖不已 不知如何回答 陈曲看了他两眼 阴森一笑道 不好回答 好 老夫帮你说 说到此处 陈曲站了起来 怒指陆陈道 你所学 乃东西二州两门先决 修真中人 玄公可惜无数 但运功法门 却只能修得一下 而身间两门先法者 除去五百年前 以一人之力杀死鬼宗 十余援英高手的神秘强者之外 老夫从未见过第二个人 你是那人的弟子 老夫说的可对 最后一句话 陈曲几乎是吼出来的 洪亮的嗓音 震得整个大殿为之摇晃了起来 方子欣年纪虽小 但方臣两家的手扎中 自然记得先辈的祭石 一片片一夜夜 他都烂熟于胸 听到陆尘是那个曾经差点杀死 陈曲的高手的传人 方子欣的小脸骤然一睁 外公 方子欣急到 外公 就算陆尘是当年险些杀了 外公的高手的传人 但陆尘也救过我们 没有他 子欣不可能活到现在 而外公 也很难 很难夺舍成功啊 你闭嘴 陈曲瞪了方子欣一眼 心下暗叹 女生外向 看那脸色 估计这丫头骗子春心萌动了 唉 冷喝一声 陈曲再次看向路晨 问道 老夫也不瞒你 当初留在你石海时 老夫特意留下一丝魂力 为的便是怕你日后倒戈 如果你现在把事情说清楚 老夫念在你曾经有恩于老夫 不但可以让你继续做邪剑门的门主 更加可以将邪封血剑全部倦点交给你修炼 但是 你若是有半点谎言 休怪老夫无情 我靠 这老东西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陆尘暗骂了一声 蹬着一下子从地上站起 喝道 陈曲 我救过你 你反过来要杀我 杀你又怎样 陈曲一甩袖袍 怒道 谁不知道老夫雅后是为鬼剑 你觉得老夫会留着一个随时随地都能超过老夫的人在身边 这句话没说错 自从陈曲察觉到路晨的先觉与那人相像之后 便深深的忌惮路晨 当年的事历历在目 便是陈曲也对那强大的先觉心下恐惧 此刻看到路晨所惜先觉与那人同属一脉时 便升起了杀心 路晨横眉冷对 气得咬牙切齿 怒道 老东西 看来你早有打算了 别以为你多舍了 就能奈何于我 看看你的肉身吧 路晨愤恨地说着 道德最后 居然阴瑟瑟地笑了起来 嗯 这笑容颇为古怪 让殿内的陈曲和方子欣同时一争 陈曲下意识地将神识遍布体内查看了一下之后 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起来 就在新房处 一缕极难察觉的黑色火团迎迎跳动 有如烛火 陈曲见过这团黑火 刚刚路晨还以其无上的练兵火焰将公雄的紫罗地森罗差点溶解掉 两种黑火同流同源 有着同样的毁灭力 你 由此发现 陈曲漠然一惊 先决一韵 血邪剑凄力发出一声长啸 骤然飞出 直指路晨而去 方子欣见状不由大吉 刚要阻拦 却发现自己的眼力 根本无法跟上血邪剑的速度 待到他要出声阻止时 血邪剑已经抵住了路晨的脖子 外公不要啊 闪开 陈曲怒不可遏 一抬手推开方子欣 脚下发出阵阵爆裂的大响 一闪之下便到了陆陈的面前 小子 你到底干了什么 陈曲动都没动 反正动也快不过有着原因境界的陈曲 陈曲 陈曲稳稳站立 目露不屑的神情 吃笑道 哼 没干什么 只是当初不放心 在前辈夺舍的时候 在公和的体内注入了一丝心火而已 对了 前辈可别想着先杀了晚辈 剿灭神石哦 要知道 那心火可是与晚辈的心神相近 晚辈一段戒 心火自然爆发 到时 前辈就算恢复了五百年前的法力 也要变成一团飞灰 陆陈眉毛一条 丝毫不惧的翻了个白眼 你 陈曲死死地攥着陆陈的衣领 一副猙獰的吃人面孔 恨不得现在就把陆陈一把掐死在当场 偏偏他不敢这么做 不论陆陈的话是真是假 陈曲的确发现 被注入到体内的心火 很难用神石的力量清除出去 而且 他已经感觉到 这次心火并不同时炼丹 炼气人士的寻常火焰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在夺舍的过程中无法发现了 等了陆陈好一会儿 方子心冷汗都流了下来 终于 陈曲还是松开了手 大步回到座椅面前 鬼见陈曲背对陆陈 双手不自然的在袖子里颤抖不已 显然是气得不轻 过了片刻 陈曲突然狂笑了起来 那笑声充斥的怒意和凄凉 让方子心都感觉到可怕 好 好 好 陆陈 陈臣嘻笑着 拱了拱手 诚挚道 多谢前辈夸奖 夸奖个屁 陈曲怒笑道 陈臣 你给老夫记着 陈臣 你的石海中有老夫的一丝魂力 就算老夫死 你也不会好过 不会 陈臣巧计失诚 神态轻松无比 拉长音调道 前辈 前辈乃是高人 小子还需要前辈这座大山依靠 前辈放心 回去之后 小子定会顶香设杯 日夜期盼前辈万寿无疆 方子心中是止住了泪水 但听陆臣信口开河 不由冷汗之流 顶香设杯 到底是盼着外公万寿无疆 还是诅咒他老人家呀 这人怎么这么坏呢 论道 牙间嘴利 便是陈曲都甘拜下风 怒气横秋的他说道 你给老夫滚 老夫不想看见你 从今天起 邪剑门诸事 交给馨儿大理 你就给老夫待在七亮山 软剑 陆臣满不在乎的笑道 也好 晚辈正打算闭关一番 对了 前辈好像没有把所有 邪风邪剑的全部手卷 赐给晚辈呢 你还想要邪风邪剑的剑 陈曲怒气反笑 说 老夫便是死 也不会交给你 哦 悟臣耸了耸肩 颇为失落的 哎 既然如此 晚辈也不强求了 其实 晚辈也害怕呀 你害怕什么 方子心不解 下意识的疑惑出声 陆臣抬头 扫了一眼一脸 愤然的陈曲 憋着笑意 怅然道 嘿嘿 其实 晚辈是最敬重前辈的 邪风邪剑也很厉害 晚辈只怕 没有全部的手卷 回去胡乱的修炼一番 走火入魔是小事 万一一个不小心灰飞烟灭了 晚辈区区 金丹钟起 小命一条 无所畏惧 要是因此连累到前辈 嘿嘿嘿 前辈在九泉之下 都会难过的 前辈 你说 对吧 陆臣奸诈的眨了眨眼 陈曲文言 哇呀呀乱叫了一通 左思右想 还真怕他胡乱修炼 停顿半晌 立马掏出一份手渣 扔到地上 说 滚 再让我看到你 老夫剥了你的皮 多谢前辈赐点 乌臣奸计得逞 黑笑了一声 卷起地上的手渣 一溜烟的跑得没影了 殿内方子心惊愕的看着 比风还要快上数倍的人影 半晌过后 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惹得陈曲又是一通 吹胡子瞪眼 随后 方子心担心地问道 外公 你不是真的打算杀了他吧 他毕竟救过我们的 陈曲深吸了口气 爱怜地看向方子心道 怎么会 只是这小子满口谎话 不让他说出底细 外公怎么放心把血垫门交给他 又怎么放心把你交给他 方子心轻五小嘴 羞涩道 外公 你在说什么呀 丫头骗子 陈曲轻轻一抬眼 调侃道 老夫说什么 你不明白 外公 不理你了 方子心实在待不下去了 双手捧着红红的脸蛋 跟着跑了出去 陈曲望着香继消失的两人 许久之后 方才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 低难道 带老夫将此火出去 害怕你不把仙爵吐出来 血剑门开宗立派 绝对是西州的头等大使 其实自从七亮山一役之后 时间已经过去半年有余 这段时间内 杨威西州的只有两个人物 一个是鬼剑陈曲 这位五百年前就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 已经出世 便成为了西州各界 快智人口的话题 然而 风头正进的陈曲 却不比陆陈 对于一个成名已久的人物 人们只能星探 仰望 将祖宗传下来的告诫 警惕 甚至是恐惧 都沉寂下来 而陆陈却是不同 声明鼓噪的他 正好比西州天空突然出现的耀眼星星 夺目的挂在西州有数高手之列的前几位 甚至 已经有人将陆陈二字摆在了 原鹰高手与五大门派门主中间的位置 西州有多少原鹰高手 明面上就那么几个 五派之组 再加上一个刚刚回归不久的陈曲 总共就六人 而陆陈 俨然已经排在了第七位 几辆山顶一役 陆陈只手智锤 威风八面的场景 早就被在场修饰 以讹传讹地宣扬了出去 甚至连凡人办的酒馆 茶聊当中 都有关于陆陈的辉煌传说 众口相传之下 陆陈的威名远传万里 一时之间 风头盖过了五派门主 甚至直追六大原因 有的人说 陆陈是未来统领西州修真界的人物 能够以一人之力独斗五大金丹后期高手 并震慑的五派门主散修白清晰都不敢靠近 日后的成就 那还了得 不管怎么说 陆陈的名声算是传出去了 尽管眼下名义上 作为的血剑门门主的他 实际上是被陈曲软禁了起来 但对于陆陈 却是没有半点影响 相反 他乐经不比地隐居在七辆山上 最好的修炼洞府中 展开他的修炼大技 七辆山是一座孤峰 但周围却有无数大大小小被法阵 保护起来的禁制石窟 这些石窟与孤峰之内纵横连绵多不胜数 强大的聚灵法阵 使得其中灵气浓郁 阴气十足 陆陈选择的是 宫和的修炼秘室 原本应该属于陈曲所有 结果 陆陈死亢到底 每次都用修炼走火入魔 这种蹩脚的理由威胁陈曲 继而不但在陈曲那儿 要来了修炼洞府 更是从其留下的宝物里 牵了一口直径 大约三米左右的血池了 血池正是炼制血剑的必备之物 洞府中清凉静密 入尘双目闭合 面前一汪血池仿佛镶嵌在空间之中 血池中央插着的正是那柄龙魂剑 陈曲早就说过 若想将携风血剑发挥到极限 必须有一把常年浸泡在血水当中的上好法器 陆陈记在心里 闭关之后便将五色风雷剑其余四柄尽数融化 以百炼千锤之法 将法宝中的煞精尽数融炼在龙魂一柄主剑之上 鲁陈身怀二品地煞心火 幻音灵以及杀伤力极强的寒雾珠 三大法宝都能起到群杀的作用 五色风雷剑再无其他用处 不如以五柄剑中的风雷阵印 融为一柄以血水浸泡 让龙魂吸满血之精华 时间久矣 也许能够突破到上瓶也说不定 陈取的血鞋剑便是上瓶法器 神识突然放开 一柄黑色重锤出现在掌心当中 浩空在手 陆陈眼中精芒蹦射 挥避间 当当当 清脆的断打声骤然响起 陆陈的动作无比流畅 仿佛静淫此道已有时日 每一锤落下 胸眼马上会找到杂质存留的地方 边角参差之处 继而随后落锤马上更改过来 龙魂引血已有半载 陆陈修炼好空锤技 同样也是半年 这半年来 陆陈每天都要进行千次 甚至是万次的敲击 全力炼制龙魂剑 邪风血剑炼制到极处 不仅仅可以让血物幻化具备杀伤力的剑影 更加可以在有效的范围之内 身形随意穿行在任何一滴血液当中 做到小范围短距离的瞬移 陆陈记得很清楚 邪风血剑的手卷上记载 当修炼到极致时 以陆陈的实力 方圆百丈之内 只要有血的地方 自己可以全凭一个念头 想在什么地方出现 便在什么地方出现 此种无上的剑技 令陆陈大有不休不快之感